各位同学,这个章节的话我们是要讲这个心脏的疾病 首先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左心衰竭的部分 题目的话有考到说下列哪一种最不可能引起左心衰竭 好,那心衰竭的话我们分成左心跟右心 那左心衰竭的话它是比较常见的 那右心衰竭的话它通常的话是主要是因为肺部的一些疾病的关系 而引起的右心衰竭 那左心衰竭的话它比较常见的原因的话 就是缺血性的一个心脏病 或者是说病人有高血压 有高血压的话你会发现你要送出去的血的时候压力会很大 所以你的左心是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把血送出去 所以的话就更容易会导致这个左心衰竭 那以及这个主动脉半跟二肩半的一个疾病的话 一样就会导致左心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把血液送出去 所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左心衰竭 那以及一些原发性的一些心肌疾病 那右心衰竭的话主要就是主要是肺部的疾病 那就比较容易会导致这个右心衰竭 下列哪一种是最不可能引起左心的 那当然的话就是这个肺动脉的狭窄 肺动脉的狭窄的话它会导致右心衰竭 它会让右心是他要花更大的力气把血送到这个肺动脉去 所以答案的话是选猪 好再来的话我们来介绍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好这边的话就问到说 婴儿最常见的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是哪一种 好那在这个Robbins的书上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张表格就告诉你说心事中格缺损 好心事中格缺损是最常见的 占了42% 好那第二常见的话是这个心房中格缺损 好那第三常见的话是这个肺动脉的狭窄 好第四常见的话是这个开放性的动脉导管 好那第五的话是这个法洛士四重症 好那这大家稍微记一下就可以 这个在你们的小额科应该会介绍到 好那婴儿最常见的是哪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 答案的话就是这个心事中格缺损 好这是第一名 好再来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风湿热跟风湿性的一个心脏病 好那题目的话就只有问说 阿索夫式小体是哪一种心脏疾病的一个特征 好那风湿热跟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它的这个行为镜底下它有一个特征 就叫做阿孝夫小体 好那这阿孝夫小体的话 它是有这个T08球 好那以及一些僵细胞 好还有这个aniscal cell 好所组成的 好那这个的话 这个细胞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活化的一个巨石细胞 好一个活化的巨石细胞 好那这个巨石细胞它有什么特征呢 好主要的话就是它的细胞质非常的丰富 好那它的细胞核的话是这种圆形或软圆形的 好那有时候是双核 那它的这个染色值 好细胞核里面的染色值 它是呈现中央细场的一个波浪状 好那有时候我们就叫做毛毛虫的细胞 好那这书上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话 它在这个瓣膜的接触的话会有一些油 好一些油的一个产生 好那我们在行为底下看到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种非常特殊的这个 毛毛虫的一个细胞 毛毛虫的细胞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巨石细胞 好那这一大一大圈的话 我们就叫做阿索夫式小体 阿索夫式小体 好那它就是有包含着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非常活化的一个巨石细胞啊 还有旁边周围有一些T08球 那还有一些浆细胞 好那其他的图的话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新增的血管啊 以及它的特征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二间半的狭窄 好那会有一些弥漫性的一些纤维的增厚 好那还有瓣膜的话 半叶的话会变形 好那所以的话这一题的答案的话 我们就当然就是直接选风湿热 风湿热的话跟这个阿索夫式小体是有相关性的 好再来的话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心脏肿瘤 好那就考一题说 夏列哪一种腔是它最容易有这个原发性的这个心脏肿瘤 好那其实原发性的这个心脏肿瘤它很少见 而且大部分都是两性的 好那年异流 好年异流 密松嘛 它是成人最常见的一个原发性的一个心脏肿瘤 好那它的这个起源的位置的话 是在这个软圆瘤的地方 好那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心脏 而且是在左心脏 好那年异流的话 它有可能是小于 一公分也有可能到大于十公分这么大 都有可能 好那这是我们聚观看到的 这就是所谓的年异流的部分 它里面的话就是有 含有很多的一些 多核的一些年异流的一个细胞 这边是多核的年异流的细胞 好那以及呢 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些 异常的血管样的一个形成 像这边 这边是异常的血管样 异常血管的形成 好那这是它的特征 所以的话这里的选项的话 答案的话就是选 A左心房 是最常见 而且是最常见的是这个年异流 好那这章节的话就讲到这边